我呀先给您念一首清初时候啊 在关内老百姓嘴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 头戴飞禽雨 身穿走兽衣 父子不同姓 姐弟配夫妻 哎您听了没有 这首打游诗 虽然在格律上啊 不是恨工整 但是啊 这句句您听着都是骂人的话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在清尊化皇陵景陵的东侧 有一座元寝大院是绿琉璃瓦 我们都知道啊 整个东陵的红墙以礼 那皇琉璃瓦的是皇帝皇后的灵寝 那绿琉璃瓦的就是嫔妃们的元寝 您要是走进了看这些妃子的坟啊 您就会觉得这皇上家的女人死了以后啊 也就这样 普通的大乙步老百姓 父母老家死了以后啊 这坟头前边还能立块石碑 这皇家呀 自贵妃以下 坟头了啊 什么也没有 可是您看这院里了吗 累还去了 这个院里啊 就俩坟包 虽然啊 用的是绿琉璃瓦 但是这元寝的规质啊 是出奇的高 元寝前面啊 就是一条马槽钩 正中设一孔拱桥一座 东边设两孔便桥一座 西边呢 还有一座三孔的平桥 桥北了 东西厢房各五间 都是丹延硬山顶 东西直房啊 三间都是丹延硬山卷棚顶 大门一座面阔三间 丹延歇山顶 前院东侧呀 有一座绿琉琉瓦的了炉 东西的配垫各五间 丹延歇山顶 享殿一座丹延歇山顶 面阔五间 在享殿的后边啊 还设有元寝三座门 后院啊 有两座规制相同的方城 方城上边有名楼 名楼里边啊 有石碑 在名楼的后边 不但修有宝顶 宝顶外边还圈着宝城 这享殿和佩殿 要是换上黄色的琉璃瓦呀 俨然就是前朝后寝 一副皇后领的架势 那这么牛的元寝 里边埋的是谁呀 那这两位妃子 怎么这么横呢 哎 书至此处啊 我得跟您卖个关子了 我呀 先给您念一首 清初时候啊 在关内老百姓嘴里 流传的一个顺口溜 头戴飞禽雨 身穿走兽衣 父子不同姓 姐弟配夫妻 哎 您听了没有 这首打油诗 虽然在格律上啊 不是恨工整 但是啊 这句句您听着 都是骂人的话 这是骂谁呢呀 这就是骂满洲人呐 您看这头两句啊 是说的满洲大臣 身上穿的这个巢服 您看这些满洲大臣啊 他官越大 脑袋后边 灵子管里 插的孔雀毛啊 他就越漂亮 总怕别人看不见 在脑袋后头 当愣着 一甩一甩的 和这大辫子 互相呼应着 在巢挂子上啊 正中间 胸口的位置上啊 镶嵌着一块 正方形的骨子 这王爷的骨子呀 都是这团龙的 是圆的 在文臣武将 胸口的骨子上啊 秀制的都是飞禽和走兽 文官的呢 就是飞禽 武将的 就是走兽 所以这头两句的骂人士啊 写的是 头戴飞禽语 身穿走兽衣 满洲大臣 这种打扮啊 是因为满族人啊 最早信奉的 都是萨满教 自然崇拜 所以啊 这身上才秀有着 飞禽走兽图 后两句啊 就不太好理解了 父子不同性 您就比方说 康熙朝的重臣索尼吧 他的爸爸呀 叫硕色 他的儿子呢 叫嘎巴拉 有的人听到这儿啊 那就点头了 说你瞧啊 这满洲人 那姓还真是不挨着 其实不对 满洲人通常是 称名 不称姓 索尼他们家呀 姓 霍舍里 他既不是没有姓 也不是父子姓氏不同 是通常啊 没有人提到这三个字 那这打油尸的最后一句 就更不好理解了 姐弟配夫妻 这一句话呀 就唠到了今天 咱们要说的这座原寝上 有人说这座非原寝里埋的呀 是康熙皇帝的两个亲姐姐 这长的呀 是花容月貌 天生的又狗狗又丢丢 后宫最漂亮的家里 跟这几俩比起来呀 没多差 差六扇多远 哎 那哥们说了 这六扇是多远呀 您呢 哈欠腰去 捡起一块砖头来 往前扔 使劲扔 等这砖头落下来 停了 您跑过去 捡起来 再往前扔 扔六回 就差那么远 这康熙皇帝呢 就爱上这俩姐姐了 于是乎不顾 这伦理刚长 就强纳为妃 这两位姐姐死了以后啊 这康熙皇帝就琢磨了 这既是姐姐 又是妃子 那不能和别的妃子一样了 所以呀 就给这两位姐姐 建了这豪华的原寝 那这话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可以理解 编这首打油诗的时候啊 那正是清朝的早期 那会儿的汉族文人呢 非常痛恨满洲人 编诗的人呢 那是惹定之的内情 他们无非啊 就是想恶心恶心 这满洲朝廷 这还不算完 在民间啊 还有一种传说 这种传说啊 前半截没变 后半截变了 这前半截说 这两个妃子呀 也是一对姐妹 并且呀 是孪生姐妹 那长得呀 也是国色天香 是碧月修花的 这回可不是 康熙皇帝的亲姐姐了 是两位汉族女子 这两位女子 不但精通文末 而且这武艺高强 多次跟着康熙皇帝 外出行为打猎 并且呀 还上过战场 不但如此呢 在这御驾亲征当中 还救过这康熙老妇的命 可这天敌系的好事啊 就没有全是圆圈的 这两位妃子呀 红颜薄命 双双的两个人 年纪轻轻的 就都轰尸了 康熙皇帝呢 那肯定是痛断肝肠 为了表示哀恋之情啊 就为这两位妃子 单独修建了元寝 您瞧了吗 这活着的时候啊 就是双胞胎 死了以后 这坟呢 它也是一模一样 编这故事的人呢 那肯定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那有人就说了 这不对 那不是 那这元寝里 到底埋的是谁呀 刚咱不是说了吗 这后院的方城上边 有明楼 明楼里边立着碑 碑上边 左侧写着汉字 右侧写着满文 碑额上都提有大清二字 东边的碑上刻着 却慧皇贵妃元寝 西边碑上刻的是 敦仪皇贵妃元寝 哎 您这回明白了吗 这两位都是皇贵妃 这是一座皇贵妃的元寝 并且这两位皇贵妃的尊号 刻的是清清楚楚 却慧皇贵妃啊 是童家士 也称童士啊 是满洲相皇其人 领世卫内大臣 童国为的闺女 是这个孝义仁皇后 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你要说呀 她跟这康熙还真有亲戚 她是康熙皇帝的亲表妹 原来也是亲小姨子 后来呀 就弄进宫里 当了妃子了 您记得点 这位贵妃娘娘的生日啊 是康熙七年八月出生 这位敦仪皇贵妃 生于康熙二十二年的 十月十六日 是满洲相红其人 瓜尔家士 他们老家呀 是宁古塔的三道亮子 好这够远啊 现在的哈尔滨附近 还有个小名叫汉九春 很有这个汉族人名字的味道啊 估计生他那年呀 春天肯定是大汉 咱们也不用废话 这两位妃子 没什么生平 这却慧皇贵妃的身份 薛薇的显赫一点 那是因为呀 她是康熙皇后的亲妹妹 所以在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份 这佟家士啊就被封为了贵妃 那会儿孝成孝昭孝义 这三位皇后啊 还有这个温惜贵妃都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佟家士被封为贵妃以后 那她就是实际上的后宫之主 那么这位后宫之主 到底在后宫有多大的实权呢 能不能这个执掌后宫 母仪天下呢 我跟您说吧 难说 今儿啊咱卖个关子 咱不聊这个 咱们哪天说呀 我给您个准信 咱们聊费太子应仍那集 是肯定把这件事交代的明明白白的 康熙六十一年 老王宴家新王登基 这雍正啊成了皇帝了 就把这位贵妃娘娘啊 封为了皇考皇贵妃 一眨眉的功夫 雍正朝就过去了 乾隆皇帝又遵这位皇贵妃啊 为授旗皇贵太妃 哈去 这老太太挺能活呀 乾隆八年四月初一 这老太太76岁 通事了 就被葬在了这警灵的皇贵妃原寝 那么这敦仪皇贵妃呢 这敦仪皇贵妃啊 差点了 首先说呀 她出身一般 而且呀 还多少带点口音 一张嘴就是 皇上你呲了吗 呲的啥呀 其实这皇上他们家 原来也这味 通过这八旗选秀啊 进入宫中之后 也就是皇帝的一名树妃 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份 才册封这位 郭尔家氏 为和平 在后宫当中啊 这和平 就占了一个年轻漂亮 康熙四十年的时候 也曾为康熙皇帝 生下过一女 在女孩当中排行啊 第十八 可是啊 不幸 早伤了 康熙皇帝啊 有着毛病 只要你生育过儿女 不管立得住 立不住 都会有奖励的 所以啊 在康熙五十七年四月的头上啊 和平 被正式 禁封为和妃 雍正朝 被封为皇考 和贵妃 乾隆八年春天的四月初七 刚才咱们说那个 授旗皇贵太妃 同家室 是是了 紧接着这乾隆皇帝啊 就把这 顾尔家室 封为了 温慧皇贵太妃 就在乾隆八年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举行的尊风典礼 这乾隆皇帝 竟然给这位皇贵太妃 行了两跪六寇礼 哎 不过这太妃也挺懂事啊 是站着受的 并没坐着受 这位太妃啊 也是挺能活 活到了八十六岁 在乾隆三十三年的八月十四日 才轰式于景福宫当中 死后就被葬进了这双妃原寝 那有人就纳闷了 为什么雍正乾隆 对这两位康熙的妃子这么好呢 揭秘了啊 原因就是啊 在康熙晚年 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年幼的弘历 也就是乾隆啊 于是呢就把这弘历啊教养宫中 在宫里边谁来照顾这位小皇孙呢 交给这宫女太监啊 皇上自然是不放心的 于是啊就把她交给了贵妃同事 与和妃一同抚养 咱们大胆的想一下啊 当时的贵妃同家是住在义昆宫 这和妃呢肯定住不上一个公院的主位上 所以她就住在这异空宫偏殿当中 等于这和妃娘娘啊 和贵妃同家室啊 是同院的街坊 或者呀是前后院住着 这同家室呢 是名义上的六宫之主 有贵妃之尊 很多事啊就不能亲力亲为了 所以照顾幼年红利的生活起居 就全着落在和妃的身上 那咱们不用琢磨啊 这两位妃子呀 那肯定把这位孙子照顾的 是非常的周到 所以在这幼年红利的眼里呀 这两位就是自己的亲奶奶 那这下就明白了 这二位皇贵妃婚室以后 所有超规格的葬衣 那都是乾隆皇帝给的 完全是为了报答这两位皇奶奶呀 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敦仪皇贵妃 哎就何妃呀 婚室以后 乾隆皇帝绰朝五日 就是为了表示哀悼五天不上朝 确会皇贵妃死的时候 乾隆皇帝绰朝十日 您听着呀 可能感觉这事啊 没什么 我跟您这么说吧 这清朝跟明朝不一样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 听说皇帝绰朝十日的 所有皇帝的生活 崩世之后 皇帝都是绰朝五日 能在皇帝位上赶上 爸爸死的皇帝呀 就只有嘉庆一个人 太上皇乾隆崩世 这嘉庆啊 也只是绰朝五日 那有人说 这乾隆是个好孙子 是个孝顺的人 嗨 这也不得一定 过两天 到乾隆的班上 我好好的给您聊聊 乾隆的心机和绿茶 得了 今儿天不早了 我想啊 这双飞远寝的故事啊 我算给您交代清楚了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儿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